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文把一群黑衣人打得落花流水 他在40岁之前家境富裕不愁吃喝 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拳 他师承淳华顺 师父教给他的不仅是功夫 还有做人的原则 他的妻子张永成 是没了年代的大家归宿 尊从三从四德 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曲 两夫妻过得相敬如宾 叶文朝与各式武林豪杰在金楼聚会 中华武士会会长龚宇田年事已高 委任他的大徒弟马三接班 南方的全师们一致推举叶文与宫宇田搭手 而马三因杀起太重 被师父驱逐到佛山 此时宫宇田之女宫二也从东北回了佛山 比武之日 叶文先后与八卦杖三界 行一拳老者 红拳永哥切磋 最后龚宇田用太极却不非绝技 试炼叶文 一番试探之后 他掰开了龚宇田手里的饼 龚宇田运输 性格高烈不服出的龚二 把这一切看在严厉 在金楼百下霸王月宴 要叶文应战 龚二使出家传绝学六十四手 和叶文一番切磋后写生 两个人在切磋的时候 暗生情愫 之后龚二回了北方 死后的时间 龚二和叶文用书信保持联系 妻子赵永成看他眼里却什么也不说 一走三八年佛山文献 一家大宅被日本人占领 国难当前 家庭生计成了严肃的问题 叶文披了自己练悬的牧人装 去当铺卖了自己的大衣 这件大衣本是为了去东北 看望龚二而买的 他偷偷留下一个扣子 作为对龚二的唯一念想 八年抗战 叶文失去了收入 朋友 甚至自己的孩子 马三被驱逐之后 投靠了日本人 他回来杀害了自己的师父 龚玉田 龚二决定报仇血恨 在龚二给爹送病的路上 马三派手下拦路捣乱 但是龚家的仇恨 吓得他们只能默默让道 龚二带人上门找马三算账 马三却以龚二以许配他人 早已不是龚家人为友 不见他 但他为了给爹报仇 退了婚约 发誓一生不再嫁人 不能传译 不能有后代 叶文转转到了 香港为了生活 在香港开关收徒 又一个蓬河雨夜 八级犬宗师一线天 因为与兰伊社军统理念不合 脱离了兰伊社 组织派人追杀他 到了香港 一线天将追杀者全数几百 脱离了这个组织 大年夜 叶文终于再次和龚二见面 叶文当明了自己当初的打算 拿出了那颗一直珍藏的纽扣 然而龚二似乎心灰意冷 也不像以前那样锋芒壁露 大年夜的火车站 龚二和老江等待着马三的到来 两人在火车站截住马三 龚二使出公寓田的绝学 老袁挂意击败了他 马三才明白 师父临死之前对自己说的话 他认输了 而龚二也身负重伤 1952年的香港 一线天为掩人耳目 开了理发厅 想混混三江水上门收保护费 被一线天教训一顿 三江水佩服他的高强武艺 执意拜了师 一线天干脆就在香港开关收徒 自此八级宣传入香港 龚二约叶问见了最后一面 将纽扣还给了他 龚二向他诉说了自己心中的情愫 至此为止 让人缘分已尽 1953年龚二病逝 1960年张永成病逝 从此叶问孤独一人 了却参生 什么是宗师 龚二是 叶问是 一线天也是 宗师不仅在武功上比别人更高 在道德和思想上 也是一代表率 龚二的执着 一线天的气节 叶问的德行 这些都是宗师的标配 这一部电影中 张子怡没有浓妆艳抹的花哨 让观众看到的是 张子怡在演技上的提升 不去计较她的各种新闻 但从表演来看 张子怡确实配戴上 奥斯卡忠神评委的称号 观众中余电影 一起来看你想看的电影 听你们想听的故事 本期的电影就解释到这里了 下次有更精彩的内容 再等着大家 大家开心就是我的快乐 期待各位宝宝提供宝贵的意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